今集流動直播車來到大學訪問了大學生 對於昨天立法會第一天開場 流亂有甚麼看法 收到一些聲音 關於游維晶用芝拿這個餘具宣誓的問題 其實我可以分兩部份討論 第一是我們昨天在立法會 大家都看到我們去到立法會現場 其實我後來入了立法會 轉房的時候我剛好被困電梯口 即是梁耀忠宣布自己不做主席的時候 讓給其他人 石禮謙 石禮謙換房那一刻 換房那一刻我直接站在梁耀忠後面 梁耀忠前面 一號都是圍著他 我看見那幾十個立法會議員 我數不像幾個 在房間湧出來 然後坐升降機上一樓 他們轉到一號房 他們由立法會大廳轉到一號房 所以每個人都看到 黃偉在做甚麼?迎賓嗎? 他們說不是 你們自己快點上升降機 不是我走不了 其實他們只有一號 有些人跟我握手 有些人不理會我 他們說不用下班了 但昨天也有些議員猜錯了 他們以為選不到內會主席和財委會主席 怎知又選到 又選到了 我覺得昨天氣氛也挺緊張的 為甚麼呢? 因為我知道立法會秘書處 很多人連飯都沒得吃 那當然了 由早找到 那些保安員說 我可不可以去吃點東西 當時已經是四點多了 飯都沒吃 笑笑一下 不肯說 知道這些東西有機會 爆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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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已經爆出了 沒有說名字 但是 還沒吃飯 但氣氛是很低氣壓的 當然了 你看到陳維安都口疼疼 站在那裡 多白隻眼睛看著他 那你又不可以這樣說 陳維安第一次接受我的訪問 你都在 他幫我摘 雖然他的RAM是轉了幾次 換了幾次RAM 但是昨天見到他 他做了這麼久以來 他什麼場面都沒見過 但是昨天的場面是幾百人 很多人看著他 昨天的場面 最大的問題就是 以前他有曾鈺成在他後面撐腰 今天好像是他拿了票 連主席都沒選出來 而老實說 只是陳維安吼嗎 梁耀忠都吼了 第二之心議員 昨天被人罵到 啪起了 三、四點的時候 你真的被人洗版 幾乎全面一面倒 罵梁耀忠 有些人說他棄兵役格 建制又罵他棄兵役格 泛民又罵他棄兵役格 不過你問我 其實梁耀忠 其實昨天是否可以拿到一個主義 理論上 很多人就說他不應該 不應該拿到主義 很多人就說這樣 但如果他自己作為主席 覺得不相信梁耀忠 然後不讓梁耀忠 你講這件事 你講這件事 很多人都說 其實你可以的 泛民支持者 泛民支持者 或者現在叫非建制支持者 梁耀忠 你其實有這個authority 他決定的 他決定說你不相信梁耀忠 這是很多人的 很多人說的 而他是不敢做這個決定 是用不敢的 真的 他怕 不知道事後有什麼責任 我這樣丟給石禮謙 石禮謙說我會趕那三個人走 連他都不進來投票 其實他嚴格上說 最後是趕不到那三個人走 最後他趕了另外那六十七個人走 就去了第二家庭 再給另外那三個人進來 整件事我覺得 如果 我當然覺得梁耀忠現在都做了主席 什麼都追不回頭 但是如果梁耀忠 堅持到底 堅持說 不准取消梁耀忠的資格 你猜會怎樣 明留千史 明留千史 但是你建制派 難道因為這樣而走去法庭申請司法覆核嗎 法庭應該多數不理你這些政治事情 很大機會 其實真的 還有你想像一下立法會主席其實很大權 真的被淘擠辛草 因為當時只有兩個人去跑 所以我說了那麼久 我不是想 因為這個已經是陳埃樂定 沒有解困角度 沒有解困角度 但是 預示了一件事 我覺得暫時是未有人說的 我一直都說 立法會選主席是示範什麼給大家看 什麼 選特首 之前都有說過 我之前有說過 大家看看我們 我們有說過 我之前說 一個人選 或者一隻馬跑 和兩隻馬跑 我說建制 泛民一向都是 如果真的選特首也好 一個半個 兩個人都是陪跑 理論上是陪跑 但你想想原先是梁君彥走去選 然後有謝偉俊走去跑 田北辰又說有興趣 田北辰又說有興趣 借偉俊就走了 結果梁君彥一匹馬歪跑 希望維持建制的團結性 讓這邊不要去了另一邊 而且你只有一個人的可控性 你以為高一點 以為很高一點 誰知道原來可控性是不高的 因為你昨天的情況 只要梁耀忠說 我認為梁君彥不夠資格 就在屠緊身做 你只要將這件事 同一個故事或是橋段 套回去特首選舉 那你就想 建制派應該派一隻馬 還是兩隻馬 如果泛民派一個 繼續派屠緊身去選特首 你知道民主黨最喜歡選特首 梁家傑選完不放棄 要找何俊仁去選 好了 當陶瑾珍去選特首 原先大家都以為他賠跑 但你建制派說 為了免得選位裡面 大概一千票左右 估計的建制派票不分散 派一匹馬去跑 哪怕那個是希望尋求連任的梁振英 還是薯片叔叔曾俊華 甚至乎一些你沒有想過的黑馬 沒有聽過的名字 但是如果你一匹馬跑 而另外那個是泛民 而如果那個人中伏 中伏不是真的被人 Sniper 追擊那些人 可能超級武敵手紋 中招 或者被人扔屎扔到 一身都臭了 那你就隨時又是 如果是陶瑾珍 又是陶瑾珍做特首 更糟糕 最多中央不任命他 怎麼敢 中央不會 為什麼要背這個票 非常上身呢 所以我覺得昨天立法會選主席一役 就增加了 梁振英會尋求連任的機會率 而同時也增加了會有建制派的人和他爭的機會率 起碼如果就是泛民定屎 定中一個建制的候選人 不要說泛民 什麼人都有機會 令我還有一個後備的建制的候選人 站著補位就不一定去選了 所以現在的情況 換言之 很大機會會是上一屆選特首的重現 兩個建制一個 康糧之爭 再加 說得挺好聽的 你們繼續說吧 你們繼續誤爆 那場尾又會出現 我覺得昨天一役 令到這個機會率會高了很多 中央都要穩定 你要有back up 你現在Pan B 怎麼可以陶瑾珍呢 陶瑾珍這樣 陶瑾珍現在 那些人覺得他腳頭好 都可能找他選特首 泛民被建制派他出來選 對 被建制派他出來選 你說很出奇嗎 他都恨的 看哥哥何俊仁選了這麼多年 自己未玩過 我不知道他恨不恨 都恨的 但你說作為泛民 看到昨天一役 會不會這樣想 一定會這樣想 你說阿爺昨天看完那役 會不會派兩人去跑 我覺得現在機會率大了很多 不是很大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這個第一部份 今天我們賣大包 送來第二部份 剛才訪問了很多學生 這裡是城市大學 很多學生就說 他問我為何芝拿是肉話 芝拿 芝拿就是China 芝拿就是日本人叫中國人 芝拿 為何日本人叫中國人做芝拿 其實都和古代有關 首先我覺得其實昨天清潤申請 如果真的要用芝拿 他應該用日文說 應該是怎樣說 用日文說就要問芝拿才說 要請芝拿出來 要請芝拿出來 但我想芝拿也未必是大日電波說 因為都是肉話的 首先說一下 你說芝拿是China的同音 那個情況有些像以前有隻牙膏 我小時候的名字和現在的名字是怎樣 現在叫Darley 黑人牙膏 已經叫黑妹 黑妹 現在變成女人 黑妹 黑人當時有爭議 黑人本身就是有爭議 但英文名字更加有問題 Darky Darky 深色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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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深色野 奇可以是野 已經是很勇敢 什麼什麼奇 是啊 當然有些奇可以 例如叫他Jacky 那些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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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 老實說 我覺得Darky也不夠另一個美國百種人羞辱非洲裔居民的說法 Niggers Niggers 其實是不能播出的 Dude 即是三級片 網上網上沒有東西 You know Niggers 但是呢 最搞笑的是什麼呢 是現在有些黑客 即是 即是 美籍非洲裔連的人 他會直接說 Hey Yo Niggers 我學得不懂 這件事 Rushawa都搞了夠 Jacky Chan不是說 他看到黑人叫自己稱呼做Niggers 然後他跑去 懶惰 叫人稱呼 被人打 你不同種族 不可以這樣叫的 因為是不尊重的 那 所以這個位置 就變成了清潔申請 我們自己叫自己做Niggers 其實都像非洲裔的人 他可能有這樣的那位置 不過這個就像我們那樣 要很懂得通識才懂得進這個那位置 其實都是大問題的 現在我覺得 暫時來說 這一刻 去到12、13日 是一輩一輩一輩 即不是每個人都覺得這招 很敗這下 很明顯是Niggers 在China 我想說 我們不說粗口 但如果真的有人羞 羞辱你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身份 你都要知道 我覺得 有幾個很簡單的 大家都要提防 等於被人用錯 罵完你都要被人知道 你是被人罵緊的 還有少許 是呀是呀 這樣 首先我覺得最差勁 是英國人 為什麼呢 因為英國人 就算看2007的小說 他都不是叫你Chinese 他叫什麼 那些壞蛋主角 中國呢 Go to ask that China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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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中國的人 這個意思 你可能就這樣覺得 Chinaman沒什麼 可能是他英文不好 英國人怎麼英文不好 當然英國人都會英文不好 但英國人比我們平均英文水平的 英國人好 你懂得玩這些 China-MEN 是說你幫中國人 這個意思 如果他尊重你 他叫你Chinese 所以如果一下子 你聽到有人說 You Chinaman You Chinaman 我看到一些非洲裔的人 都會這樣說 因為有很多非洲國家的人 他們是英國殖民地來的 曾經 他們都有一些不喜歡中國人 那些 他都是叫You Chinaman Get away Chinaman 這樣 所以你不停聽 我不是沒用 你也是Chinaman 我和你都是Chinaman 我很尊重 根據黑人那種說法 我們這樣不是侮辱大家 因為我們都稱呼自己 但我真的要提防大家 如果你在街上 看到有個百種人 即不是同種族的人 譬如你在蘭桂坊 叫你Chinaman 你會以為是Superman 你會以為是Superman 人家在罵你 不是Spiderman 你千萬不要以為你是Ironman 我想沒有什麼人知道 當然 還有一個 比較少聽到人說 但我都被人罵過 我當時在加拿大讀書 他們真的會罵 Yu Chin Yu 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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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國語拼音 其實是QING 但外國人是不能讀Q的 C-H-I-N-G 他就是C-H-I-N-G 罵你Chin 為什麼這麼多的朝代不選 硬是選擇清朝來罵你 要是清朝八國聯軍 是清朝八國聯軍 最強的朝代不選 是清朝八國聯軍 最強的時候 明朝後來也所說 是清朝八國聯軍 是清朝八國聯軍 所以他叫你Chin 你也是被我們打擊的 很離譜 但你反過來 其實同樣邏輯 很多人叫我們漢人 唐人 漢堂就是中國人 古代盛世 宋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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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 元朝大家又不當是華夏本土中國人 元朝是吾古人 所以很少人說你是元朝人 所以他說你清 所以如果有人說你清 你不要以為是清高清高 這兩星人 其實不是的 都是收入你 扔眼你 好 反過來 講一句 都要公道說 其實中國人形容日本人 都是有問題 禍求 現在說中國歷史課程修改 不知道會否縮短 其實在唐朝 大家可能都知道 唐朝和日本的關係很密切 唐朝以後就沒有再叫禍求 唐朝以後其實已經叫日本 日本不是現代的形容 唐朝以前我們叫禍求 禍字怎麼寫呢 就是企人邊 禍字 下面穿個女 女人的女 一看 其實你撇除了其人邊 就是個矮字 窩就是矮小的意思 即是他們想得不高 日本人比較天生矮小 甚至叫人家窩國 窩國 整個國家都是矮 矮國 我聽過 我都是侮辱人 扣大家都知道 賊 因為以前是海賊 賊都不夠 還有矮的賊 對 所以其實如果用英文來譯 倭寇是什麼意思呢 short pirates 不是現在 矮小的海盜 是這樣的意思 不是海賊王那些 他真是矮的 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可愛的 以前你說人倭寇 即是矮小的海盜 其實都是侮辱的 你想想 如果你覺得矮小的海盜 是很離譜 其實他說你支拿 都是很離譜 其實為什麼叫支拿 其實有一個原因 他是做瓷器 做瓷器 只會做瓷器 去做瓷器的國家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大家小心 下次再有人說你 什麼名什麼名的時候 你聽清楚 不要以為 不要那麼開心 不要那麼開心 人們可能在罵你 但是以禮相待 中國人的核心價值 是地球村來的 地球村 沒有分什麼 香港人 人 人 以禮代人 沒錯 是 你